200,140 所以200,140,画出来 然后呢,另外这个后面的这个地方 他距离这里的话,这个80 这边高60 那这个大小多少 大小是180 然后各位找一下,180,120 大概标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,这边比较麻烦一点点 这个是 总共是 四等分 他的,这边上面有跟我们讲,四等分 他的高四等分 然后呢,他的宽的部分的话 是 几等分呢 这边是四个,这边几个 2,4,6 8,9等分 所以呢 9除以,600除以9的话,应该多少 600 除以9的话,应该是 600除以9 诶 600除以9,没办法整除嘛,对 所以 没办法整除,所以你要走这个地方怎么做 特别注意 在那个CAD里面,他可以帮你运算 我们可以用那个计算机 我的习惯上面有个计算机 算完之后 把没办法整除的 把它直接拿来用 那另外 那个除以,这边有几等分 这边有 12 3 4 他这边有了,48 所以每一个都48 也就是这个尺寸 加这个尺寸 画一个窗户 而且他们是 互相是这个 一样的 那我要怎么刚好画,这个地方你可以先画出一个 再来做什么 做一个阵列 这部分就做出来了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各位先试试看 我给我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